现在是12月19号,下午4点钟,我已经连续躺了40个小时了 这两天我真的是太难受了 旅行一年了,从来没生过病,这是第一次 就是那种浑身酸疼 除了在床上,被窝里,哪也不想去 一下地就头晕,一下床就冷 吃点东西吧,就想吐 喝点水呢,也想吐 所以喝水的时候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喝 现在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痒了,因为没测 但我也不能说自己没痒,因为没测 早上呢,药姐她们从荣城回来 我说让她们看有没有 去药店看看有没有抗原 抗原市值,烧两个回来,我测一测 但是,现在药店没有卖的 因为,现在在山上 我下趟山去做核酸也不方便 现在也开不了车 浑身的那个酸疼的感觉 就像散架了似的 每一个骨关节都疼 就包括手 手指关节都疼 昨天最严重的时候是 头疼 一咳嗽 整个整个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似的 哎呀,现在也是 一咳嗽这两边,两边太阳穴疼 所以这两天呢,她们回来的时候 我就尽量不下车 除了上厕所我不下车 她们不不在的时候 我也基本不下车 别因为我自己这这这样 万一是痒了呢,是吧 再给她们也给传染上 她们还有事呢 昨天呢,药姐走之前 给了我几粒药 那个 那药名字我也没记住 反正就是 她是治这个浑身酸疼 发烧以后浑身酸疼 但是 我一直感觉自己不烧 一直没有发烧 就是浑身酸疼 不知道再躺个两天 能不能好 因为我这车 前两天就说去修车 结果又赶上大雪 出不去 昨天说跟她们一起去天鹅湖 也没去成 哎呀,这种 这种难受劲真是 如果我是不幸中招了 那希望正如大家说的 半年之后 半年之内不会再得 如果不是中招的话 后面还是要 加强锻炼 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也希望朋友们呢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其实那天的情况 是这样的 晚上 白天一整天都好好的 就是很正常 晚上吃饭的时候 然后也没事 吃饭的时候就是 在那个里边有一个大炕 我们坐在炕上吃的烧烤 可能是我当时穿少了 进进出出的 就穿了一件毛衣 套了个马甲 进进出出好多次 然后就回到车上 就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 躺着躺着就就开始 浑身开始疼了 昨天一天呢 真的是 动都动不了 昨天一天躺在床上 就昏睡的一天 今天是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也没有恢复 这种感觉 真是太酸爽 太难受了 起床都费劲了 这好在是 在这山庄里头 有水有电 车里电暖气一直开着 水呢 也是山泉水 我只要下去 就提一点上来 反正现在 就尽量减少上下车的次数 下边还是有点冷的 不过也挺奇怪的 你说如果是单纯的感冒的话 那零下十七八度 上上下下的也没感冒啊 怎么这零下七八度 怎么就感冒了呢 人家喝水不敢大口大口喝 大口大口喝 喝喝的话一下去就 就到位这儿就开始往上反 昨天呢 这个壳的里边带痰 今天就是感觉就是嗓子这儿 只是好像还是有点堵 就已经没有痰了 就已经没有痰了 最疼的是哪呢 是这两个肩膀 还有腰 还有背上的皮 这种这种 趁着这会儿稍微能好点的 赶紧拍一段视频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我在慢慢的好转 因为这 我想一想真的是这一年的时间啊 我就没有病过 就连难受都没有过 一直都好好的 我还觉得自己抵抗力挺强的 就没想到这次 这一躺倒就 哎呀 一下就这么严重 猫狗都没事 它们都挺好 就 还在车里跑来跑去的 看我睡了 它们也就睡了 它们都挺好 大家放心吧 等过两天我好了 就 先去修车 然后我也想去趟荣承 当然这都是 好了以后的话 现在 美好就 老老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躺着 安心的先把自己 这身体先弄好 因为你自己好了 才能不给别人添麻烦嘛 对吧 这个 这个腰疼 腰疼怎么样能缓解呀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躺的时间长了 腰疼 还是因为这个 就这个 这个浑身 酸疼 然后引起的腰也疼 反正是 怎么都不对劲 哎呀哪哪都不好 哎呀 等我好了 我要先去 泡个澡 挣个桑拿 把身体里头的 寒气给它 逼出来 哎呀不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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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